随着割据势力一股一股的被消灭 曹操的权威逐步触及到了汉仙帝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凸显 进行关注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仙帝之曹操立威 对于邪天子以令诸侯 历来都被认为是曹操的得意之作 曹操也因此背上了脱名汉象 实为汉贼的骂名 而且后世近两千年间 曹操也一直以奸贼或者奸雄的面目光遭诟病 但也有学者认为 在曹操邪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多年间 无论是吕布 袁树 袁绍 刘表 公孙瓒 还是刘备 孙策 孙权 没有一个诸侯恳倾从曹操的号令 曹操是空有邪天子之名 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那么曹操在汉末的朝廷中 到底有着怎样的地位 他与汉仙帝权威的比拼 经历了怎样此消彼长的过程呢 复旦大学江鹏老师 透过历史发现真相 系列节目 《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仙帝第十二集 曹操立归 在关渡之战结束之后 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就是所谓的曹操焚姓事件 曹操击败袁绍之后 不仅俘虏了大批的袁绍旧部 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而且还没收了大量 袁绍这方面的文书档案 其中有一批文件 非常的重要 什么内容呢 当初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 许昌这一头 有很多官员 包括曹操军营当中 有很多人给袁绍写的信 这些人为什么给袁绍写信 因为当时双方相持不下 而表面上看上去 袁绍的实力明显比曹操强 所以许昌这一头 有很多人心里拿不定足矣 不知道这个结果 谁会赢谁会输 都很担心曹操会打败 所以事先就写信给袁绍 通通气 这意思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么等到袁绍被打败之后 这一批信就绕到曹操手里了 曹操看到这批信之后怎么办呢 曹操当时的反应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看都不看 一把火全都烧掉 曹操有很多属下就不理解 问曹操 说你为什么不看看这些信的内容 看看是谁给袁绍写了这样的信 去追究一下这些首尾两端 怀有投降心理的这些官员的责任呢 曹操说 当绍之强 一又不能自保 而况众人乎 曹操说当袁绍强大的时候 连我自己心里都没谱 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胜得了他 更何况其他人呢 言下之意就是说 这些人呢 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也是人之常情 人生在世 谁也难免犯个错误嘛 不必可责了 所以大家看 曹操不仅没有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 连哪些人写过信 他都没有兴趣去知道 最后一把火把所有的证据全都烧掉 让那些曾经有过投降心理的 这样的一些官员彻底的放心了 表现出曹操的气度非常大 所以这么一个故事 经常被用来作为宣传曹操这个人的能力 和他的度量的这么一个正面素材 你看曹操多么的宽宏大量啊 多么的善于团结人啊 多么的有政治智慧啊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对于熟悉三国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故事 但是 就是这么一个 大家都熟悉的故事 我今天要来提一点疑问 我们在利用这个故事 来表彰曹操这个人宽宏大量的时候 其实是默认了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是认为 曹操如果 他想去处理这些曾经写过信的人 他是完全有能力去处理他们的 对吧 他可以追究 但最后不追究 这是大度 这是气量大 但是这个前提啊 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我今天就要质疑一下 如果说 曹操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一些人 没有足够的权威 把那些曾经产生过投降心理的人 全都去处理掉 干脆他就一把火全都烧掉 如果这个故事 他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还会不会认为 这极限了曹操的大度 曹操的宽宏大量 说曹操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威和这样的能力去处理那些 在许昌曾经产生过要投靠袁绍的这样一批官员 这个话有没有根据呢 有没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理由是有的 我们在谈三国演义啊 或者在谈谈到跟三国的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观点 说谈三国的人才 大家都觉得曹操这一头是最鼎盛的 曹操这边人才最多 质量最高 大家一般的观点都是这样 但是当时的史书上啊 他是这么说的 许都虽兴建 上劳人士 许昌虽然是兴建的首都 但是已经是人才济济了 这个话我们要分析 许昌人才济济难道都是因为曹操的原因吗 许昌原来的确是曹操的地盘 具体在许昌的人才里面 的确有一部分是曹操原来的班迪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 你还会发现 许昌有很多人才是通过其他的渠道来到这个地方的 并不是因为曹操 并不是通过曹操的渠道才聚集到许昌的 至少有两支力量 并不是因为曹操而来到许昌 首先 当时非常著名的士林领袖 非常著名的一位大名士 恐龙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那么这两支力量 这两类人才 是聚集在谁的旗帜之下 显然不是聚集在曹操的气质下 而是聚集在汉宪帝的气质下 虽然后来人才的战队 随着形势的变化 也有一些微妙的转变 比如说原来汉宪帝这边的人 看到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大 逐渐就变成曹操的心腹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看到 就是在许昌朝廷建立之初 的确是有很多人 是因为汉宪帝的原因 才来到许昌的 才形成了许昌人才积极的局面 所以当时就有士大夫说 天子在许 名望复顺 因为汉宪帝在许昌 所以许昌才成为 明星所向的政治中心 虽然当时汉朝的力量 已经比较衰落了 但是仍然有士大夫坚持认为 汉德虽衰 天命未改 这是代表一大部分世人 宣誓 只承认 潘先帝是唯一合法的 汉朝政权的代表者 了解了这些情况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前面提出的这个问题 关渡之战之后 曹操为什么要把那些心 全都烧掉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 和足够的权威 去处理这些人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情况以后 这就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当然 这里的确体现出了 曹操的政治智慧 既往不救 把政据全都毁掉 有利于大家的团结 这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为 这个故事 体现了曹操的宽宏大量 可能就掩盖了一部分事实 这一部分事实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完全有可能 曹操他是没有足够的权威 足够的能力 去处理这些人 所以干脆把信烧掉 不去挑动这个矛盾 许昌建都之初 朝廷中既有 以汉建帝为中心的官僚士大夫 也有以曹操为中心的军旅集团 到底谁更有权威 曹操想要杀人立威的目的 能轻易实现吗 那么关于许昌建都早期 曹操的权威 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案例 来进行分析 当时发生过一起非常著名的 杨彪案 杨彪何许人也 杨彪的曾祖父 名字叫杨正 人称关西孔子 一代大卢 杨家从杨正到杨彪 四代人都曾经位置三公 所以他们杨家和袁绍 他们袁家 都是属于四世三公 这样的高门助性 非常大的大家族 地位非常高的士大夫 但是在东汉晚年 杨家这个名誉比袁家要好 因为杨家的人 杨家的子孙 更加的恭俭至朴 杨彪他自己 在汉宪帝流利颠沛的过程当中 一直是汉宪帝身边 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在汉宪帝危难的时刻 杨彪和汉宪帝 始终是不离不弃患难于共 为了维护汉宪帝 杨彪可以说是心血用尽 史书上称赞杨彪 说他 尽节为主 齐驱危难之间 积不眠于汉 很多危难时刻 他为了维护汉宪帝 为了保护汉宪帝 差点把自己的心灵给丢掉 后来又跟随着汉宪帝一起 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中原 由于杨彪这个人的品德和贡献 望福朝野 受到大家的尊重 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 怎么会发生杨彪案 这个事件 在许昌朝廷刚刚建立不久 袁绍为了破坏许昌朝廷的稳定团结 写了一封信给曹操 进行挑拨离间 劝曹操把杨彪给杀掉 当时曹操就回了一封信 跟他说 天下危难之际 应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来匡扶朝廷 匡扶国家 所以曹操这个时候 就算是没有上袁绍的档 袁绍的挑唆失败 但是 过了不久 曹操对杨彪的态度 忽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原来的团结转向打击 曹操的态度 为什么会发生转变 有些史书 为曹操的行为寻找理由 说是曹操已经察觉到 杨彪对他很不满意 深怕杨彪要害他 所以先下手为强 除掉杨彪 那么我们说 杨彪和曹操之间 有点疙瘩 可能是一个事实 因为杨彪他是无条件的忠诚于汉宪帝的 而曹操是后来加盟的军阀 但在维护汉宪帝的立场上来说 杨彪对曹操有戒心 是理所当然 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所以他们之间有矛盾有疙瘩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认为曹操之所以要对杨彪下毒手 要迫害杨彪 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曹操想通过杨彪案 投食问入 颠颠自己的分量 或者说曹操是想通过杨彪案 来尝试着跟汉宪帝 拜拜守境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前面分析过 许昌朝廷的成分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既有聚集在汉宪帝旗帝之下的官僚士大夫 也有以曹操为核心的军旅集团 汉宪帝的戾气是皇帝的名分 但是有军事实力的是曹操 征伐勘乱还要依藏曹操的军队来执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虽然曹操啊 他还是能够对汉宪帝尽臣洁 还是能够做到这个臣子应尽的一些义务 但是事实上 在许昌朝廷 在汉宪帝之外 其实有一个另外的 以曹操为重心的政治集团 那么这就麻烦了 一个曹操有两个中心 处理具体的事物上面 到底谁说了算呢 到底谁更具有权威 曹操想通过杨标案来验证这个问题 杨标是汉宪帝最贴心的大臣 名望有这么高 如果他能够顺利打掉杨标 就说明曹操在许昌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曹操做不到这一点 那说明现在还不是向汉宪帝叫板的时候 那么曹操他是如何具体的来打击杨标的 当时正值袁树 建阅称帝的时候 杨标和袁家正好有姻亲关系 曹操就想利用杨标的身份软肋 置杨标于死地 袁阳联姻 是袁树称帝以前的事情 而且这两家门当互对 发生姻亲关系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并不代表着杨标的政治立场 但是曹操就利用这一点 诬陷杨标 说他和袁树合谋 意图对汉宪帝不利 把杨标投到监狱里面去 打算弹劾杨标 说他生据大逆之罪 也就是要背叛皇帝要谋反 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 不仅要杀头 而且是要灭族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只是曹操想打击杨标 找的一个借口 如果杨标真的想对汉宪帝不利 不用等到今天 在长安 在这一路上 回到中原的这一路上 汉宪帝出现过多少次危难的时刻 杨标有的是机会 他要对汉宪帝不利 何必要等到汉宪帝到中原 立文脚跟以后呢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理由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最后杨标案的结果如何 结果是曹操失败了 杨标入狱 朝野震动 说杨标要谋反 谁都不行 一大批重量级的人物跑来质问曹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就有 以前就跟曹操交仪深厚的寻鱼 另外一位名士 士林领袖孔龙 甚至对曹操说 恐龙鲁国男子明日便当 服衣而去 服补曹操 你今天杀杨标 我明天就走 不在这待 用自己的去就来 威胁曹操 那这些人的逼问呢 也把曹操问得非常窘迫 情急之间 曹操啊 想找一个理由来给自己开脱 他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他说 此国家之意 在当时的文献里面 我们一再强调 国家这个词 经常是用来指代皇帝本人 所以曹操说 此国家之意 意思就是说 杀杨标是汉宪帝的意思 这个托词漏洞百出 首先第一个 无论是从汉宪帝的为人来看 还是从汉宪帝和杨标之间的关系来看 汉宪帝有什么理由要杀杨标 没有任何理由 第二 杨标 巡域 恐龙 都是跟汉宪帝关系最密切的人物 经常一起在宫里面 陪伴汉宪帝读书 如果汉宪帝要杀杨标 巡域跟恐龙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曹操杀的这个谎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谎言 那么曹操这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会杀这么笨的谎 关键是 他为什么要把汉宪帝抬出来 把责任往汉宪帝身上推 这是更加值得我们分析的地方 当然最后曹操杀杨标没有杀臣 只能把杨标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在早期的许昌朝廷里面 并不是曹操想干什么就干得成的 尤其是关联到汉宪帝 曹操的权威还不足以为所欲为 而曹操之所以要在关键时刻把汉宪帝抬出来做挡箭牌 恰恰说明汉宪帝的权威是不容忽视的 汉宪帝的权威相对于曹操是有优势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当初关渡之战以后的逢行事件 曹操为什么不追究在关渡之战当中 向袁绍暗送秋波的暗通款取的那些官员 他想追究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威吗 未必 杨标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曹操想要杀人力威 没想到差点成为众矢之地 若干年后曹操又顾忌重演 然而这一次他却成功地诛杀了 汉宪帝身边更为重量级的人物 曹操焚信似乎有些作秀的味道 而杀杨标卫国又让他多少有些灰头土脸 曹操想要杀人力威的目的没能实现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 汉宪帝和曹操之间的权威关系也发生了转变 在焚信事件和杨标案发生若干年之后 曹操竟然力排众议 将汉宪帝身边的忠臣市民领袖恐龙杀害 那么对于这种事件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 杨标案之后十年左右 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二百零八年 在赤壁之战爆发的前夕 曹操又想杀人力威 这次曹操作成了 曹操杀了谁 就是当时的司令领袖恐龙 公元二百零八年曹操杀了恐龙 其实杀恐龙的难度比杀杨标更大 即便是当时以心功勋捉住的 已经权清朝野的曹操也要下很大的决心 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说杀恐龙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恐龙这个人有哪些特点 首先恐龙的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 不仅自己学问好 明满是灵 而且还是圣人描迷 我们前面提到杨标的祖上 他的曾祖父杨正 号称关西孔子 那已经是不得了了 对吧 但是你看人家恐龙 人家恐龙祖上直接就是孔子 更不得了 身份非常特殊 第二点 恐龙在士大夫群体里面交游非常广 威望非常高 史书上说 恐龙性宽容少计 好事 起右翼后劲 击退贤职 宾客日迎其门 性格宽和 喜欢提携后继 父贤退居 在家里的时候 每天来拜访的客人踏破门槛 而且恐龙交朋友有一个特点 非常有方法 他看到一个朋友有缺点 有不足 一定是当面告诉他 但是在别人面前 只宣扬 这位朋友的优点和长处 所以当时的俊才贤士都非常幸福恐龙 威望非常高 这也就是说 恐龙 他背后是有一股不小的支持实力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恐龙 以通达的学识 刚正的人品 在当时 朝廷的很多决议过程当中 都起到过 主导作用 史称 每朝会访对 龙 则引证定义 公卿大夫 皆立名而已 每次朝廷公卿大会 讨论重要问题 只要恐龙 以发议定论 其他的官员 就等着在这个决议书上面 签名就是了 那就根据恐龙说的办就是了 影响力非常大 最后 我们要来提一提 汉宪帝和恐龙的关系 恐龙 他虽然没有陪伴汉宪帝 流离漂泊的经历 不属于汉宪帝 从长安带回来的班迪 但是 恐龙维护汉室的这种 忠贞的立场 始终是非常坚定的 听说汉宪帝在许昌立都了 就来到许昌 投靠汉宪帝 后来跟汉宪帝走得非常近 关系非常密切 汉宪帝对恐龙 也非常的信任 很多时候碰到疑难不绝的问题 就去请教恐龙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恐龙是一个铁杆汉粉 这么一位人物 正是由于恐龙的这些性格 他的立场 随着曹操势力不断的膨胀 他和曹操之间的矛盾摩擦 他就不可避免 史书上说恐龙 既见超 雄诈建筑 树不能堪 故发辞偏当 多致怪异 对曹操势力的增长 恐龙不能忍受 因为他认为这 伤害到了汉宪帝的权威 伤害到了汉室政府的灰心 所以恐龙曾经多次 用一些偏激的语言 来激怒曹操 表达对曹操的不满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建安九年 公元的二百零四年 这一年曹操攻破了 元氏的政治中心 阶城 河北阶城 那么到这个时候为止 元少的残余势力 基本上就被消灭了 当时曹丕 曹操的一个儿子 曹丕 曹丕跟随曹操 一起进入阶城 看中一个人 看中谁 看中元少的儿媳妇 真实 觉得这个真实 长得很漂亮 曹操知道了以后 就曹丕做主 给曹丕迎娶了这个真实 恐龙听说这件事情以后 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 里面讲到 五王伐咒 以达基赐周公 恐龙说 以前周五王 讨伐这个残暴的商咒王 把他消灭了 然后把商咒最宠爱的达基 赐给了他的弟弟周公 恐龙的这个说法 跟我们一般人的认知 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根据古书上说 周五王去讨伐 商咒王 最后是把达基一起杀掉的 因为他认为达基这个人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狐媚祸足 是商咒王 荒淫残暴的根源 一起杀了 但是恐龙却说 周五王是把达基赐给了周公 恐龙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恐龙 他是通过捏造历史 来讽刺这个曹操 为曹皮赐取真实 但是曹操呢 没有领悟 没明白这层意思 他觉得 恐龙学问大 恐龙读过很多的书 我没读过啊 说不定哪本书上 真有这回事情呢 所以就跑过去 正儿八经的请教恐龙 说恐先生啊 你讲的这个 五王以达基赐周公 这个故事是出自哪里啊 哪本书上讲的 结果恐龙回答了八个字 把曹操给气坏了 恐龙怎么回答 他说 以经多知 相当难而 他说 没有书上这么说的 我是看看今天的事情 觉得以前应该也是这样的 一听这话 曹操马上明白了 这是讽刺 他给曹皮赢取这个真实 曹操就知道 自己被恐龙羞辱了 被他捉弄了 心里当然非常恼火 关键是 恐龙用这样的方法 调侃讽刺曹操 不是一次两次了 很多次 在恐龙这些刻薄 辛辣的语言背后 透露出来的是什么 透露出来的是恐龙对曹操 权势日益膨胀的不满 同时也透露着恐龙 对汉室这个政权 贤途的忧虑 就这样日积月累 恐龙和曹操的矛盾逐渐升级 等到有一天曹操终于 忍受不了了 仰仗着自己有军事实力 就诬陷恐龙谋反 把恐龙给杀掉 曹操杀恐龙 是一件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为什么这么说 当年曹操想杀杨镖 遭受了巨大的阻力 杀不了 只能把杨镖放出来 说明曹操的势力 还没有大到 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时隔十余年 他杀恐龙 遭遇的阻力同样巨大 但是曹操做到了 成功地杀了恐龙 汉宪席也救不了恐龙 说明什么问题 这一系列事件 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勾勒出曹操权势 增长的一个趋势 曹操和汉宪席合作 建立许昌朝廷以来 从一开始的不能事事做主 到这个时候 连杀恐龙这样的人物 这么不得人心的事情 他都能够做得成 已经说明 曹操的权势 已经侵犯到了汉宪席 谈赋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刘备是小说中自居正统的刘皇叔 却是真实历史中反复南亚的小人 在他与曹操之间 汉宪席会支持谁呢 系列节目 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宪席之反复南亚 刘皇叔 作为汉宪的忠臣 孔荣经常讽刺挖苦曹操 并对曹操的政治路线 重大决策的公开表示反对 公元208年 曹操以不尊孝道 毁谤朝廷 图谋不回等莫须有的罪名 将56岁的孔荣 及其鸡儿老小全部诛杀 杀害孔荣 是曹操对汉宪席权威的 最大胆最明显的场战 那么曹操为何会如此无所顾忌 汉宪席和曹操之间全市的肖长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场 汉宪席和曹操之间全市的肖长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故事当中 看到一些情况 比如说在建安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197年 这个时候汉宪席刚刚来到许昌不久 当时曹操要率兵出征 去讨伐一支军阀 按照规矩 出兵之前要去朝进汉宪席 根据朝廷的礼仪 大臣领兵朝进皇帝 皇帝身边的卫士 要用兵器插住这个大臣的脖子 才能让他见到皇帝 为什么 这是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 防止这位大臣有不轨的举动 汉宪席刚到许昌立都的时候 为了树立威信就恢复了这项制度 所以曹操这个时候去见汉宪席 也是根据这个规矩 由汉宪席身边的武士 这些卫士用兵器插住曹操的脖子往前走 见到汉宪席 之前曹操没有类似的经验 不知道见皇帝要这个样子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等到曹擎完汉宪席出来的时候 曹操已经吓得是汉流加倍 但在曹操的这个立场上来说 这样的一种场景 皇帝的安全是得到保障了 但是曹操他觉得 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啊 对吧 如果在曹操的过程当中 皇帝对我有什么不满 一声令下 不是随时可以脑袋跟身体分家吗 所以曹操从这个以后 每次带兵出征之前 仍然是规规矩矩的 给汉宪席上奏表彰 但是再也不去见汉宪席了 他怕 怕这种场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玩味的故事 首先 我们从这里看到了 在许昌朝廷的早年 汉宪席的确具有不容侵犯的帝王威严 但是 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曹操他居然有 可以不去朝经皇帝的底气 照道理来说 曹操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你身为大臣 怎么能够仅仅是因为惧怕朝廷礼仪的威严 就不去朝经皇帝呢 不是你一个大臣该做的事情 但是 曹操有这个底气 他敢于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汉宪席最重要的一个短板 就在于 没有 没有一支 他可以亲自指挥的洞的军队 在武力对外征伐上 只能仰赖曹操的军事实力 这也是曹操的底气所在 因为汉宪席对他有这么一层依赖关系 那么 在早年的时候 在许昌立都之初 处在一个艰难开拓局面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双方 两个派系的官员 还是能够团结合作的 随着大局逐步稳定 割据不成的势力 一支一支的被消灭 曹操的权威逐步侵犯到汉宪席 这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 也就凸显出来了 取昌朝廷也从最初的团结走向了风化 公元208年 爆发了普世比之战 但是就在普世比之战前 恐龙对于曹操的南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恐龙说 要统一这些势力 通过修文德来招来远人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要通过打仗 不一定要发动军事行动 恐龙为什么讲这个话 其实恐龙他正是看到了 每打一次仗 曹操的军功每增加一分 他的实力就增加一分 而曹操的势力没增加一分 汉宪帝的权威就要多受损一分 这是恐龙反对曹操 过多的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本质 结果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曹操最后把恐龙给杀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当局势逐渐的明朗 国家的统一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 许昌朝廷内部 汉宪帝阵营和曹操阵营之间的摩擦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个从恐龙的身上 从恐龙态度的变化 以及他最后的被杀 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随着天下局势发生这样的变化 许昌朝廷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作为汉宪帝和曹操 这样两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 他们自己是如何来看待 并且应对这样的局势变化的 请听下一讲 谢谢